I try to pray for you Even when there's nothing You always make up something You know I try to pray for you Even when we're touching You always make a fussing OK I'm so sorry Don't pass my patience I'm trying to pace it You can't be waiting I try to pay for you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玩 今天的话又要来跟大家进行我们模型系列的开箱 连续三个礼拜都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水星的魔女系列 不知道大家还喜不习惯啦 那魔玩这边呢 最近有购入的这个模型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最主要的话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当然也是前段时间的连着我们苏莱塔的FRS一起购入的 就是我们雀秋专用的训练机 最新的魔女也推出了组装模型 除了我们人物是在FRS的系列之外 那像是这些机体最主要都是以先推出在HG系列为主着哦 相同都是在1比144的大小 组装的难易度非常非常容易之外 最主要价格的部分也很亲民 像是这样子的合组啦 一般的定价也就落在380块到450块之间 当然现在呢我们的风铃钢弹还是持续缺货当中啦 所以目前的价位还是稍微偏高 忙完详细啦 这一期呢 万代应该也是会持续再推出再版的部分 之后啦想要购入的话 你就可以以原价方式又或者是以更便宜的价钱再来入手 先切断的话 如果你有想要购买 当然还是可以先考虑我们的雀秋专用机啊 又或者是古尔的这个机体呢来进行购入 今天的话 我们会要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水星魔女的机体呢 就是我们雀秋的专用机 这个雀秋的专用机呢 其实也算是目前动画开播到现在最常见的一个机种 从第一集开始啊 其实就有陆续出现 在动画开播呢 大家讨论度最高的也是关于这个机型的设计 并不像是我们传统的钢弹式一样 这个部分也因为跟剧情是有相关连线的 所以魔案这边也就不多做任何的讨论 不过呢 魔案这边关于机型有另外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设计造型 真的是太像万代自家的另外一个品牌 没有错 就是之前有来跟大家分享过的 30MM 30分钟任务的系列 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角色也是用这种单眼的方式来呈现 那最主要啦 在这个整体的造型呢 跟这个雀秋的训练机真的算是还蛮相近的 也是在这种相同1比144的大小啦 当然之后呢 摆设场景也可以当做一个简易的训练机这个样子 这边的话也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啦 首先看一下外盒的部分 这边的地方就有展示我们机体完整的样式 大家连着这把比较算是那种远距离攻击型的武器呢 也是有一并附上的 在盔甲这边呢 有部分的细节设计呢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样化 当然万代的盒装呢 侧边的部分一定会展示一个没有涂装的版本 实际上看起来的分色呢 也算是蛮漂亮的 转到另外一个侧边 除了机体的这个简易照片之外 另外呢 我们雀秋的角色介绍呢 也是有稍微呈现出来的 最主要最具特色的 也是属于这个头上的爆炸头啦 那另外这边的话呢 关于这个水星魔女动画的相关资讯 我们也就不再多说 外盒的设计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最主要啊 大家还是期待看到我们本体的部分 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开箱来看一下啦 魔玩这次也是已经先组装完成了 那可以看到除了我们达米训练机 以及最主要的武器之外 这边还是有附上一组可替换的手型 以HG系列来说啦 其实附赠的配件 魔玩觉得也已经算是蛮充足蛮足够了 另外说明说这边呢 其实打开也可以看到 最主要在模型的板件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最主要就是ABCD4块的板件 以及一张这个贴纸呢 需要来进行这个补色的动作而已 以这个HG系列 真的算蛮适合新手玩家来进行入坑的 这也是为什么啦 新动画一推出呢 相关的这个组装模型呢 就先推出在这个HG的主题 回到今天的重点啦 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机体的部分 这边的制作方式也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样是用纯束组有上墨线的方式来呈现 基本上只要有做墨线的点缀呢 这一次的呈现效果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漂亮 也因为啊 它的分色分件的设计呢 算是蛮气质的 后面这个飞行背包 能源背包的这边呢 基本上有一些细节的刻线 蜘蛛来说啦 其实都算是蛮细致的 侧边有一个小小的管子 一直往前呢延伸 这个地方其实最主要是要来连接我们的主武器 也就是我们这一把呢算是远距离攻击的枪支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孔位呢 直接把它给对应上去 可以看到呢 没有错正对的就是我们正下方的这个位置 把它给安装上去 这样子就算是完成我们枪支与身体连接的基本配置 当然在后方这个地方 以及呢正前方这边刚好是有两只杆子 是可以让手部来进行这个拿取的动作 其实机体跟武器的连接 魔玩觉得算是蛮有创意的 搭配手部以及武器这边的拿取呢 当然也就可以呈现更自然的动作 这也是魔玩觉得这一次最大的看点之一 除了基本的武器配置之外 这次在整体的可动设计呢 其实都有一个蛮不错的效果 首先在头部 也因为这次是以这种半球形的方式来呈现啦 所以基本上呢是只能做到这种旋转的效果而已 那在手部这边与肩关节连接的部分呢 其实呢就可以做到比较大幅度的摆动 也因为它的球形关节呢是固定在前半部 就是前身的这个地方 这边呢往外延伸的效果呢 就可以做到一个蛮不错的展现 肩关节这边呢 这次也因为是有一个盾牌式的设计 那盾牌这边呢 也是可以做一个简易的这个上下摆动 连接处这边呢 也是以这种球形关节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呢在摆动上面的姿势呢 角度上面也就可以变得比较大一些 接下来身体的部分 这边一样是以这种球形关节的方式来设计 基本的这种上下摆动啊 左右的这种小角度的摆动 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在下半身这个部分呢 这次算是有一个蛮独特的设计 就是在后半部分的这个盔甲 这边的话是有固定的一个位置 那稍微把它打开之后 手部这边稍微调整一下 其实就可以看到 下半身这边呢 就可以做到不同的这个角度上面的变换 变换完成之后呢 再把我们后方的这个位置呢 给稍微卡上去 这样子也呢 也就算是可以达到一个固定的效果 这次在腰部这边的设计呢 魔玩觉得也算是蛮特别一些的 不过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前面的缝隙就会比较大一些 大家应该有注意到 腰间这边 诶怎么会有两个孔洞 是不是魔玩忘记安装零件 其实不是啦 这边的话应该是预留孔位 官方这边后续可能会再推出其他的配件 是可以来做交互应用的 最后腿部这边 基本的摆动魔玩也就不再多说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延伸到下半部的脚掌 这次的话就是以两个球形关节的方式来设计 前半部的摆动之外呢 另外后半部分呢 也可以来做不同角度上面的调整 摆放的过程 姿势上面的神线 也就可以更加的扎实 那这次啦 在后方的这个类似轮胎的设计呢 也是有完整还原出来的 另外在侧边 这个比较算是盔甲的部分嘛 这边一样是可以来做一个简易的摆动 这边的可动设计呢 也算是蛮完全的 基本的可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次的话 最主要的补色贴纸呢 也是贴在胸前正前方这个位置 稍微反观呢 可以看到 那眼睛这个部分呢 则是以透明件的方式来呈现 这边的这种程式效果设计算是蛮漂亮的 最后的两张这个补色贴纸呢 分别就是在我们这个枪支的部分 比较算是这个狙击镜这边啦 这边可以看到后方处呢 以及前方处各有一张贴纸 最后这边在首部的造型 除了可以以一般这种抓取的姿势来呈现之外 官方这边所附上的另外一组手型 就是以张开的方式来呈现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啦 这次的这个雀球训练机 都是以这种三根手指头的方式来设计 这也算是突破钢弹以往的这种设计概念啦 以往的钢弹系列呢 都还是以这种五根手指头 比较类似于人形的方式来设计 基本的设计以及可动的部分 稍微跟大家讲解完毕 接下来的画模啊 一样稍微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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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